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知道这些饲料都是甘蔗烧的时候 对于台糖利用废物配置饲料的方法非常欣慰 蒋院长送走了哈山亲王 就跟工厂里的工人们闲话家常 谈得很高兴 接着蒋院长在谢主席的陪同之下 又来到了美和中学访问 这个时候正是课外活动时间 操场上满是活跃的青少年在练习棒球和篮球 当他们看到了蒋院长的光明 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的一涌而上 紧紧地围在这一位青年导师的身旁 蒋院长露出和蔼的笑容 亲切地和大家谈笑 他希望美和中学的青少年棒球队 也希望每一个职员都要为民众做最好的服务 走了很久 口有点渴了 蒋院长和谢主席在路边水果摊吃片西瓜 同时问问经营小本生意民众的生活情形 平东县恒春镇的南湾里是一个靠海的渔村 蒋院长到这里访问的时候 首先来到渔民廖春天的家里 这位靠打鱼为生的渔民 对于蒋院长来访感到非常兴奋 他告诉蒋院长 他自己只筹集了两万块钱 另外向土地银行贷款四万块钱 就买下了这一座住宅了 蒋院长看到南湾里这些别墅型的渔民住宅 非常的称赞 渔民们都把蒋院长当作自己家里人 大家无话不谈 龙软潭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当蒋院长知道了这位正在海边捕捞螺丝和半壳的渔民 蔡荣春 每天工作七小时 就能有一百五十元的收入 也为他高兴 接着要参观了方龙标所经营的鸭疗和株涉 对于他的经营方法跟收入情形 蒋院长表示最大的关切 永丰机场场主周大为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 他现在拥有十二公顷的土地 饲养了六万只鸡 另外还有鱼池和猪舍 都是用科学方法管理经营 业务一天天的发达 蒋院长对他奋斗努力所得的成就称赞不已 同众再报的蒋院长 又专程来到台南县北门乡 慰问乌角病患 在北门乌角病诊所里 他仔细地观察医生们为病患治疗的情形 当他听了医师王金河的报告之后 非常关切乌角病的成因 他问王医师 除了饮水的因素之外 营养不良是不是也有关系 要他们进一步地研究 蒋院长探视了每一个病房 慰问了许多病人 还用闽南话祝福他们 病患们得到院长亲切的慰问和平安的祝福 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兴奋 离开了乌角病诊所 蒋院长在本门街道上与乡民门握手 同时在顺道访问了北门农会和北门研厂之后 来到了南昆生庙参观 南昆生庙里的香客和游人很多 有些青年还用青年救国团团员的身份向蒋主任问好 显得格外的亲切 优优独播剧场上